不少人喜歡吃烏魚子 不過有民眾PO網 一連吃了17片 一排去呢 褲子都是油 晚上睡覺還得鋪著衛生棉 相當的誇張 這篇PO文引發了網友熱烈討論 有人直言可能是被騙了 拿魷魚子混沖烏魚子 一口吃烏魚子 入口咸香 難以言喻 就是這個味道吸引著老饕 但有民眾在一口接一口之後 陷入了尷尬的處境 有鄉民在臉書社團上PO網 大蛋一口吃烏魚子 連吃了17片 結果蹲馬桶排氣 噴出了一堆油 而出門也不斷地排氣 造成褲子都是油 感覺還在往下流 後來睡覺只好貼著衛生棉 一PO文引發了廣大網友議論 有人質疑會不會用魷魚子 騙你是烏魚子 還有人直言 吃油脂高的魚都會這樣 就像鮭魚握壽司也會 業者從網友的PO文照片當中 認定是烏魚子 烏魚 魷魚怎麼分辨 外觀上兩者大小差很多 烏魚子透光成金黃色 魷魚子顏色深不會透光 一個是菱形 一個是橢圓狀 而以價格來看 烏魚子當然比較貴 你把它剝開你看得到紙 一顆一顆的紙 它的紙是比較看不到的 有沒有 比較看不到 不管是烏魚子還是魷魚子 口感都有所好 網友PO文 吃烏魚子排有很久 意外蹦出了疑似買到魷魚子混沖 究竟為何下次購買時 從口感 特徵分辨清楚錯不了 記者林安平 評論報導